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,当三巨头骑去亚尔达开会的时候,傻子都能看出来,盟军必胜,邪恶轴心必败,此时,美国已经在太平洋战场开展反击,麦克阿瑟宣布光复马尼拉,可以说美国赢得整个太平洋战场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,那么,为什么在亚尔达会议上,罗斯福还要坚持行使达林出兵呢? 所以,清神容易送神难,苏联红军如果来了,他们还会轻易走吗?身在前线的麦克阿瑟宣,坚决反对苏联,插手东方战场,他说美国全局整个日本乃至朝鲜半岛,只是时间问题,为时磨,要让居心叵测的苏联来,差一杠子分享胜利果实呢? 这个简单的道理,难道连任了世界总统的罗斯福不懂吗?罗斯福当然懂啊,他也不想舔住老脸去求使达林啊,但是,当罗斯福看到美国最高军事机构参谋常联席会,一提供的一个数据预怕时,他不得不耳,什么数据这么可怕? 美国的军事智囊们分析,如果美国要占领日本本土,至少还要付出一百莫人的伤亡代价,因为美军已经充分见识,万日军在最后时刻那种遇碎行为的恐怖,罗斯福谁都敢得罪,却不敢得罪美国人民,要美国大兵去死,不管你有多么堂而皇之的理由,美国人民都不会答应,因为美国什么都不贵,就是人命金贵,理解了这一点,你才能理解,维持摩罗斯福坚持,要请使达林出兵,让苏联红军去替美国大兵死吧? 当然了,代价就是美国和苏联,一同瓜分远东,而不是美国独占,有人说了,你说的不对,美国不是有原子弹吗?投个原子弹下去,一聊百聊,哪还用牺牲那么多人?别急,原子弹计划是罗斯福时代上马的,但是,罗斯福到死都没,有看到原子弹研发成功,罗斯福不是超人,他也不敢打包票,美国道,你能否研制出原子弹了? 事实上,美国后来很快研制出了原子弹,继任的杜鲁门总统以为,让美国大兵直接登陆日本,而是先投了两颗原子弹炸烂日本,杜鲁门也不敢让美国大兵贸然去牺牲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